我让韩平讲一下 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刊登的媒体并不多 刚开始我想说会不会是假新闻 然后我们去追踪了一下 它的原始出处是来自6月23号的 耶路撒冷邮报 其实据说过去这种操作也不是第一次 如果说要用一句话去形容的话 就是伊朗从立陶宛偷来两架飞机 偷飞机这件事情听起来是匪夷所思 那比较细节的来讲 就是它利用一个租赁公司 从立陶宛说是租了两架 这空八 A340 然后今年2月份开始 这个飞机它的航件其实非常的复杂 中间绕了好多个国家 这边转机那边停一下等等 然后飞往了这个表定 是飞往斯里兰卡跟菲律宾 然后中间经过伊朗领空时 登一下应答器就关掉了 就关掉了 关掉之后就降落了 就降落了伊朗 就这样把飞机弄过来 好就是这样 但是据说它过去的操作也不是第一次 因为伊朗受制于这个美国 它很多飞机是不能买的 所以在不能买的情况之下 它用这种方式 这个左手转右手 然后用这个租赁的方式 这边飞那边飞 反正同样的操作就是到伊朗的时候 就说我技术故障 我飞机故障 我得要迫降 然后就这样 租来就不还 我想伊朗它为了要突破美国的封锁制裁 它当然是用尽各种方式 想尽办法去取得它要的资源 这是苦主是立陶宛 对啊 那但是这个立陶宛真的是单纯被偷吗 有道理哦 对啊 因为我觉得要偷飞机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我讲实在话 就是当然它有可能是真的是被偷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 他们内部有一些人 就是特别要让它被偷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恐怕是更高的 因为 这样就跟美国有个说法对吧 对就是反正 我就说我也是无辜啦 我也是苦主 我被偷啦 不然你以后我怎样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这些国家 其实都会有一些小动作 其实 伊朗能够被美国制裁这么多年 它还是能够生存下来 而且还是多多少少取得一些 它要的物资 就表示这个世界上还是 大家互相在帮助 就好像我们最近台湾不是有个新闻吗 搞了个半天 我们是俄罗斯第五大煤炭买主 对 就我们 我们当初讲的义政直言说 我们不要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我拒绝跟他买 要帮助乌克兰 结果我们转过来去买煤炭 那请问一下到底 到底比买天然气好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这种私底下这种暗盘作业 其实一大堆 就好像 俄罗斯的原油 它卖给印度之后 印度卖给谁 还不是要卖给欧洲这些国家 所以转一手 又还是做了同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台面上好像都 看起来都很像正人君子 可是私底下到底在做什么 真的只有天之道 对 所以向不转路转 路转人转 对不对 你要制裁我吗 那我们就绕着方式 绕过这个制裁 横冰真是冰雪聪明 好 有点时间 我让介大使讲一下车好不好 好 电动车大战 这个布兰总统到北京进行访问 他在出发前讲了 他的三个重要任务 第一个签证 然后经济 然后就是这个乌克兰的一些问题等等 然后他会跟习近平见面 然后他特别跑到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去看 看这个车厂 他想干嘛呢 他想让吉利到波兰建立电动汽车厂 因为你看到像匈牙利 像西班牙都有 对不对 比亚迪到匈牙利 齐约到了这个西班牙等等 然后吉利其实在欧洲 是有一些这个基础的 所以当然对于这个波兰来讲 能够抢到吉利的话 他在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上 就有立足之地 不过当然在此同时 欧盟要对这个中国电动车 进行一些这个反补贴 那算起来不得了 他的这个税率大概是 最高38.1% 那现有的进口税是10% 是叠加收取 两个加起来 最高48.1页 但是这也会达到自己 因为像什么BMW等等 一些德国车 法国车 只要在中国有设厂的 通通都会受害 所以说对于这些中国汽车来讲 其实你到欧洲据设厂 对他们来讲可以躲过这个关税 是合则两例 所以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所以这一单应该是可以成吧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 你看到大部分人都讲 只要你开过电动车 你就回不去了 因为它的好处太多了 但是在美国刚好相反 美国是怎样 有46%买电动车之后呢 又改回燃油车 你会觉得电动车很糟妈 还是怎样 其实说穿了也很尴尬 拜登政府又要尴尬了 主要是因为充电的基础不完善 它的拥有成本太高 太贵了 CP值不高 找不到充电桩 对 其实美国事实上的 是不太适合发展这个电动车 因为你去看那个中西部啊 那么辽阔的土地啊 那个你连加油站都不那么密集啊 在美国中西部 它常常有一个 路上有一个路标说 下一个加油站 在30公里30英里以外 意思你就自己算好 你的油还够不够 就是没有油啊 而且美国那个加油站很有趣啊 它那个越少加油站的地方啊 它那个油卖的还特别贵 就美国太地广人稀了 那你现在你要把这个电动装啊 能够在美国普及的话 那不要等到猴年马月啊 那所以买电动车的人 说实话 你除了做了城市的这种交通上使用的话 你想要开一个长途 你想要开远一点的话 那都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 它的基础设施不够 所以美国才会产生这个现象 那中国大陆正好相反 中国大陆的十四五计划 那个在全中国大陆 广设这个充电桩啊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蛮聪明的 它在加油站设 所以你就说你充电桩 你有加油站的地方 你就有充电桩 那个就比较快 另外一方面 它这个电池的技术 中国大陆也在往上走 将来一次充电可以跑1000公里 跟现在大概市面上平均500公里来讲的话 那就方便了很多 而充电的时间的话 你充电到80% 它只要15分钟 或者5分钟的话 那我想用电动的车人 就不会感觉他好像回来用燃油车 中国电动车带给全世界很大的一个压力嘛 所以这个其实波兰总统 其实也蛮有眼光的 到这边你看到就赶快跑到车厂去看 因为他看到欧盟出手了 把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欧洲的 这个电动车的布局打乱了 他认为有机会 他能够争取一些中国的大的电动车厂 到波兰去设厂 那波兰也可以怎么讲也可以沾光嘛 所以其实波兰事实上的话 在俄乌战争以后啊 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并不是完全 以以为然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 你没有站在乌克兰这边你就不对 他是极反俄的 他极反俄的 那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就是说 乌克兰的总统亲自到北京访问 其实可以象征说大陆跟这个波兰之间的 双边关系过去那个微妙的阶段 又重新已经结束了 那既然他去了吉利车厂看 都已经去了 这个事情应该就成了吧 也未必 因为吉利的 你知道这个Volvo的这个是吉利的 吉利是中国大陆可能是前五大的车厂 他比这个比亚迪什么都不会小的 非常大 那他也已经在这个欧洲 像这个Volvo是事实上 是他的品牌 是吉利的这个企业集团下的一个 那Volvo也在大力发展电动车 那所以我觉得这要看吉利 自己本身的在欧洲的布局 不过波兰如果能够提供好的条件的话 那当然吉利会考虑 不过你要知道中国大陆 为什么选择匈牙利 因为匈牙利跟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 是最密切的 所以他的政策不会变 那你如果说今天匈牙利 今天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过两天又改的话 那就对中国大陆车厂来讲的话 他就比较有政治考量 可是匈牙利的话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立场 是一直非常稳定的 非常亲大陆的 所以这些车厂去 他也感觉比较怎么样 有安全感 一个投资下去的话 都是十年 二十年或十五年 这种长城的眼光的投资 你如果政治关系不稳定的话 今天欢迎你 明天不欢迎你 那就那这个投资就是很危险的 对主要是俄乌战这还有些变数 那在俄乌战的部分 我们看到波兰跟中国大陆的意见 是非常分歧的 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六一八狂欢节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